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收看DewmoonTV 对于想要吃的健康又注重美味的朋友们来说 电蒸锅真是太好用了 无烟少油而且懒人必备 今天君君就给大家推荐几款美国能买到的食用高赞电蒸锅 一起看看吧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先简单说说电蒸锅的选购标准 君君觉得首先容量很关键 因为大多数我们喜欢蒸的食材 比如整鱼、整鸡、螃蟹、龙虾个头都不小 而且长方形比圆形更实用 第二材质 推荐购买不锈钢和玻璃材质 因为耐高温又不容易变形 还有陶瓷材质的蒸锅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就是不太放心用洗碗机 另外塑料不含BPA的材质 虽然无毒也无害 但用久了容易变色 而且磨损明显 不是很推荐 好 接下来就赶紧来看 美国能买到哪些好用的电蒸锅吧 Quizinar玻璃数字电蒸锅 玻璃材质吃起来安心 30秒就能开始喷射蒸汽 高效快速 一升容量的超大水箱 不用担心蒸到中途会干锅 五升容量的长方形蒸锅 普通个头的鱼、螃蟹、龙虾都可以容纳 蒸锅盖子和不锈钢蒸盘 都可以放进洗碗机清洗 从头到尾堪称完美 北顶电蒸锅 关键词就是方便 用来炖鸡汤再合适不过了 可预约时间自动启动 无水自动提醒 而且炖好以后 汤水一点不会减少 只是味道愈发鲜美浓郁 工作过程中还很安静 不会扑哭响 也不往外喷水 感觉整个厨房都变高级了 小熊多功能陶瓷电气锅、电蒸锅 三升 有点像塔吉锅和云南气锅的合体 原理就是让水分反复的循环蒸发在凝结 保证味道的鲜美纯粹 而且做出来的汤清澈干净 少油腻 适合喜欢喝青鸡汤 或者海鲜粥的小伙伴 最能保留食材原有的味道 带不锈钢蒸架的电热锅 四升 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品牌 但是功能质量一点不输 价格也划算很多 锅底深 煎牛排和炒菜都不会溅油 放上不锈钢蒸架 蒸包子蒸蔬菜 热气腾腾的早餐轻松搞定 还能当火锅用 加热快又方便 看评论有人说可以买一个放在房车上 外出露营必备 小熊蒸煎一体锅煮蛋器 这一款要强烈安利给小家庭或者单身的小伙伴 颜值可爱的帽泡功能也非常强大 下层的不粘锅可以煎炒 放上陶瓷蒸架可以蒸蛋 做蛋羹或者热馒头 如果家里有婴儿 刚好拿来做小分量的腐蚀 还有专门的腐蚀加热功能 Secure双层电蒸锅8.5夸托 超强1200瓦的蒸汽电力 15秒就能出蒸汽 快速锁住水分 容量很大 双层一共有8.5夸托 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 不锈钢材质 耐高温容易清洗不变形 还有事先设置好的烹饪时间 可以根据食材一键操作 不动脑更省事 小熊迷你肠粉机电蒸锅早餐机 爱吃肠粉的小伙伴赶紧看过来 肠粉健康营养又好吃 顺滑鲜嫩 肉类海鲜蔬菜水果都能包 大人小孩都喜欢 这个肠粉机有上下双层设计 可以同时蒸两抽屉 最上层还能蒸蔬菜 点心海鲜和各种杂粮面食 还有防烫提手 细节满满暖人心 蒸汽电热饭盒 食品及材料加304不锈钢制成 耐高温不易碎 完全无毒又健康 适合不喜欢吃餐厅 也不喜欢吃冷饭菜的小伙伴 让你在工作上学旅行途中都能吃上热饭菜 操作也很简单 往盒子里加水 然后插电 利用蒸汽的热度加热饭菜 不过需要的时间有点长 大约20到30分钟 如果怕到时候饿得受不了 记得提前订好热饭闹钟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好用电蒸锅分享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或者您用过哪些更好的电蒸锅产品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分享 更多使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